2021年7月11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1.8724萬多 比上一天多了42萬 死亡方面多了7000多人 到達404萬2000多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 巴西多了48000多個 死亡方面多了1100多人 印度多了41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將近900人 印度尼西亞多了35000多個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800多人 英國亦多了32000多個新增確診 英國的確診數目一直上升 但死亡方面維持相對低的水平34個 俄羅斯是25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是750多人 南非是21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是200多人 現在目前來說 有11個國家的新增確診數目 是超過萬 然後馬來西亞多了9000多 泰國也是9000多 墨西哥也是9000多 特尼斯也是9000多 而馬西哥死亡多了超過200人 而特尼斯是將近200人 孟加拉國多了8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180多人 伊拉克多了68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39個 古巴斯死亡方面多了39個 他的新增確診數目是6700多 又有菲律賓增加了5600多 死亡幾乎是100個等等 等